有两种类型的食客经常光顾地球这座大餐厅 贪吃者和禁欲者 某些食客会充分利用现有的食物 为了不浪费蛋白质和热量 甚至连自己的皮肤都会吃掉 动物们每天吃什么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生活在什么环境 有些地方生存条件恶劣 食物非常稀少 而在另一些地方 食物种类繁多 腐蚀皆是 有些地方食物供应量会出现季节性差异 丰收季节过后 动物们只能在雪地里搜寻冰冻枯草 或撕咬树皮碎屑虫鸡 以维持生命 而生活在月代丛林中的动物 更容易找到食物 它们体态肥瘦 营养充足 在那儿 镊齿动物可以长得非常大 但是要想在沙漠里生存下来 就得吃尽苦头 在缺水少食的环境中 只有那些真正的硬汉 才能活下来 一种动物是贪吃还是禁欲 与它们的体型无关 也就是说 食量不是由体重决定的 而是由生存环境决定的 人生存环境决定的 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哺乳动物之一 体重不过几克 身长也只有十多厘米 但却是地球上最贪吃的动物之一 普通瞿晶堪称顶级土夫 简直就是缩小版的饕天 瞿晶的基础代谢速度非常快 它们必须消耗大量能量 来维持体温和身体的基本功能 为了生存下去 瞿晶不得不飞快地吞下大量食物 瞿晶每天都得吃下 重量相当于自身体重的昆虫 无脊椎动物 甚至小型脊椎动物 比如蜥蜴和青蛙 它们一天到晚地在落叶层里四处转悠寻找食物 同时驱经也是很多中型食肉动物的猎物 包括鸟类和哺乳动物 比如猫头鹰 茶笋 雕鼠和猫科动物 它们都会捕食这些焦虑不安的小驱经 为了避免成为别人的盘中餐 驱经小心翼翼地生活着 它们白天和晚上都会出来活动 但范围局限于地面下 墙缝里或倒下的树木间 而且它们的食物也隐藏在这些地方 它们生活得很有规律 有时候会狂热地四处走动 有时候会静静地休息 蚯蚓是一顿美餐 既提供的水分和蛋白质又很容易消化 蚯蚓比蚯蚓长多了 但一旦落入蚯蚓锋锋利的牙齿中间 蚯蚓就会变成精致的肉末 能够让蚯蚓三四个小时不觉得饿 沙漠里栖息着一些地球上一只最坚强 生活最简朴的动物 叉角龄是栖息在北美干旱地区的真正禁遇者 分布在从墨西哥夏加州到美国怀俄明州和克罗拉多州的广阔区域 第一批欧洲移民来到北美时 北美地区生活着大量的叉角龄 足有数百万之重 但欧洲移民对叉角龄进行了残酷的屠杀 以至于几个世纪后 到了1908年 叉角龄仅剩下两万只左右 最终他们只能到北美最荒凉的地区避难 生活在沙漠里的叉角龄能长时间不喝水 他们铁食凝结在植物上的露珠 并从食用的植物中摄取水分 这种食草动物生活轻苦 摄食灌木 草本植物 仙人掌以及其他植物 别的动物吃了这些植物都会中毒 叉角龄是每周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 他们是杰出的运动员 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95公里 此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他们还能以每小时65公里的速度 长时间奔跑 叉角龄 视觉敏锐 能够察觉到任何偷偷接近的掠食者 他们眼睛很大 视野范围可以达到280度 他们看得极远 就像自带望远镜一样 可以看到6公里之外移动的物体 他们的蹄子能踩碎覆盖在海岸平原上的岩层 他们的粪便是天然的肥料 叉角龄的足迹好比一个个微型苗圃 生长在其中的植物构成了沙漠食物链的一部分 好处是相互的 叉角龄以这些植物为食 同时也为这些植物的繁殖做出了贡献 叉角龄 这些敏捷的禁遇者 对于保护沙漠的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中美洲的雨林盛产沙漠中所缺少的一切东西 水 树木 雨水和食物 丰盛的食物 这里是大型火鸡大凤冠质的家园 大凤冠质的体重可以达到五公斤以上 在这块丰饶的土地上 几乎所有的热带火鸡体型都很大 大凤冠质是热带每周体型最大的火鸡 雄性和雌性的外表差别很大 雌性头部黑白相间 身体呈褐色 花纹各异 雄性通体黑色 外观鲜亮的绘上长有黄色的肉流 无论雌雄 它们都喜欢展示自己优雅的善状鱼观 大凤冠质生活在森林中 中日在森林的地备物上见识丰富多样的食物 它们最喜欢的食物包括从树上落下的成熟水果 这种大型热带火鸡和其他树旗动物 共同享用一片林地 它们在森林地备物上小心翼翼地四处走动 有时也会搜寻昆虫 尤其是蚂蚁和各种幼虫 它们成队或结成小群生活 进食时会轮流站岗放哨 这种贪吃的火鸡什么都吃 主要食物包括水果 种子和昆虫 树上掉落的水果占到了它们食物总量的百分之八十 但是它们也会吃树叶和绝叶 它们的味觉高度发达 能吃的水果种类至少有四十五种 无论是在地面行走还是在树之间跳跃 所有的热带火鸡都很贪吃 而每种火鸡都在丛林里找到了对自己有益的位置 随着季节的变化 欧洲蝉雏的饮食习惯也会发生变化 蝉雏一般在日落后开始补点 它们在自己的洞穴外来回寻查寻找可以过负的食物 虽然看上去臃肿笨拙 但其实它们很灵活 而且意志坚定 为了满足口腹之余 它们会藏在植被中伏击猎物 有时候要等好一会儿 才会有可以食用的猎物经过 一旦发现猎物 它们就会快速伸出自己沾满粘液的舌头 最好等到天黑后再出来 到了天黑 小动物们会爬到地面上来 蝉雏的饮食多种多样 主要包括节肢动物和其他无脊椎动物 蠕虫 甲虫 取手和蜘蛛都在蝉雏的食谱里 但蚂蚁占到了它们食物总量的90%以上 有人发现一只小蝉雏的胃里竟然有700只蚂蚁 虽然年龄增加 它们开始捕食较大的猎物 一条蠕虫抵得上无数只蚂蚁 而且节省了时间 这只蝉雏非常节约 不愿意浪费掉一丁点食物 虽然看起来很恶心 但它的皮肤含有大量蛋白质 最好不要浪费掉 慢慢地它剥去了自己的旧皮肤 像摘手套一样把皮肤扯了下来 一点一点地吞了下去 又怎样开 hyper香菲 是非公干的 15克 前半举 欧洲野牛强壮有力 当地人称之为高加索野牛 它们体型庞大 有些雄性的体重甚至超过了900公斤 与它们的每周亲戚不同 欧洲野牛并不生活在草原上 而是生活在落叶森林里 欧洲野牛会结成20只左右的小群 在森林里游荡 寻找长满青草的小块开阔地 那里的嫩芽格外鲜美 到了春天 它的饮食会更加多样 它们的胃口很杂 能吃各种植物 整整一天 它们都把森林当作丰盛的自主餐厅 在夏季 欧洲野牛主要啃食多汁的青草 为了维持体重 它们的食量大的惊人 一头成年雄性欧洲野牛 每天需要吃32公斤食物 欧洲野牛的交配期在八月和九月 那时候食物极为丰盛 为了争夺雌性 雄性物会进行激烈的战斗 都酒碰到八月底的地方 挜开赔 很可怕 背景 然而在欧洲野牛生活的森林里 气候的季节变化极为明显 在树叶落光 大雪和冰层覆盖了牧场的时候 生活就会变得十分艰难 此时欧洲野牛的饮食习惯也要随之发生改变 以前每天要吃好几十公斤青草 可现在它们的生活十分轻苦 它们别无选择 只好用蹄子刨开积雪 踩碎冰层 努力寻找食物 或者是啃咬树皮 吸收仅有的营养 远离北方冰雪世界的地方 生活也一样艰难 白天 东部沙漠里焦阳似火 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 只有当月亮含羞露面时 沙漠里的居民才能勉强打起精神 在漆黑的夜晚 一个个黑影在快速行动 沙漠已经完全适应了沙漠里的严酷生活环境 它是完美的禁育者 只需几片草叶和干枯的种子就能生存下来 由于白天太热 沙漠只在夜间活动 到了晚上 沙漠就会去荒野里寻找一些坚硬的草根 少许的嫩芽 种子或者穀物 偶尔也会找到昆虫 沙漠的新陈代谢机制极其有效 它能够从食物中摄取足够的水分 因此它不必再额外喝水 沙漠用短小的前腿挖掘沙子寻找种子 每晚它们都能挖掘大量的沙子 沙漠的这种觅食方式对生态环境有很大的影响 可以使种子散播开来 同时耕耘土壤 有利于下雨时 积聚于水 当清晨的第一率阳光出现在地平线上时 沙漠会逃进洞穴躲藏起来 一种云中不同的镊齿动物 栖息在墨西哥的荒漠中 地松鼠是一种骤形性动物 无论找到什么食物 它都会马上吃掉 松鼠的饮食多种多样 它们摄食多种昆虫以及昆虫的幼虫 还有各种植物的根莖 松鼠会将种子藏在嘴巴里 这样一来 它的两颊就会显得胖嘟嘟的 在嘴里塞满了种子后 它就会跑回洞穴把种子藏起来 然后它又会接着去寻找食物 旁边的蜥蜴眼神懒洋洋的 但充满了警惕 忙里偷闲地休息一下很不错 只要时间不长就行 嗯 嗯 对 与荒漠地区相比 热带地区简直就是 涅齿动物们的天堂 这里水源沖沸 植被茂盛 不仅能为动物们遮风挡雨 还能提供食物 同其他地方的涅齿动物相比 热带地区的涅齿动物体型最大 但凡是有力就有力 热带地区有很多掠食动物 随时准备吃掉那些粗心大意的涅齿动物 五尾刺豚鼠的身长能超过五十厘米 体重可达十公斤 它们警惕性很高 容易受惊 月落后才会到森林里活动 它们总是小心谨慎地边走边观察 它们喜欢在水边安家 这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它们就会跃入水中 它们体态肥硕 一看就是贪吃的动物 它们喜欢寻找成熟的热带水果 此外它们也喜欢吃种子 植物快精 根精 以及肥美的树叶 五尾刺豚鼠会把种子和水果带到安全的地方慢慢享用 因此 它们也会传播种子 刺豚鼠体型较小 是五尾刺豚鼠的近亲 生活在水量较少的热带雨林中 刺豚鼠流线型的身体能长到五十厘米长 体重可达五公斤 这只刺豚鼠正不太轻盈地在自己的地盘上 寻找成熟的水果 刺豚鼠喜欢吃种子 植物快精和水果 尤其是棕榈果 它经常在果树附近徘徊 刺豚鼠只凭水果落地时的声音 就能知道水果落在了哪里 它甚至会尾随那些在树枝间跳跃的猴群 捡食猴子们扔掉的水果 刺豚鼠或许很贪吃 然而就像生活在沙漠里的那些禁欲动物一样 它们只不过是在摄取环境所提供的食物而已 它是在沙漠里的地方 哇 哇 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